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兰静怡老师 自从国立台湾师班大学的 美术教育博士取得之后 我就期望能够用绘画的方式 来带领大家一起享受美的饗宴 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之中 它是一个最简单 最方便 也是最容易让我们专注的一个方法 我非常希望能够把画画这样的一个乐趣 画画这样的一个专业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给各位 我们的课程里面 用了最简单的三个步骤 一 打稿 二 上底色 三 做光影 我们透过三个步骤 就可以把一幅画画出来 大家都有过画画的经验 也许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用画画的方式来表现眼前的美景 这是一个非常快乐 也是非常喜悦的事情 这堂课就是要来带着大家 如何把旅游 以及在休闲的过程之中所看到的美景 用画笔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我们在课程中规划了几个非常简单的技法 包含了渲染 或者是干笔 以及缝合的表现技法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学到天空 草地的画法 还有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 像是大树的画法啦 或者是流水 以及呢 到了海边的海浪 这样的一些景观 都可以透过课程来学习到它的一个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 在我们的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遇得到的 包含了像岩石 或者是建筑物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一天里面呢 从早晨、中午、黄昏一直到夜晚 这几种不一样的景色 以及它的一个时间的变化 如何用画面来表现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课程重点 本课程最适合想要把水彩 扎扎实实学习好的人来做订阅 因为在课程中 它是一步一步的来介绍水彩的画法 也许是因为上课 没有时间画画的人 或者是因为上班 没有很充足的时间来做学习的人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课程的方式 来一次一次的 捉摸 以及研究 这里面的画法 我相信 有恒心的你 一定可以透过 一次一次的学习 让自己的绘画的技巧 或者是美感 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是兰静怡老师 欢迎想要把水彩扎扎实实学好的同学 一起到Omiya订阅我的课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